培养一名飞行员,需要漫长的周期以及巨额资金投入,此外,各国对飞行员的各项素质要求极高,其中忠诚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,飞行员一旦叛逃,影响巨大,当年,在蓝星有两位巨头,美国和苏联,两国在军事领域较量多年,在尖端科技领域两国各有见解,可谓是斗的难解难分,为了套取对手。 苏联的核心军备情报,美国开出很高的架码,一部分苏联飞行员在金钱的诱惑下,驾驶苏联战机叛逃至美国,譬如著名的别连科叛逃事件,给了当时苏联的国防工业一次重创。 1976年,连连科驾驶一架米格25P形结机机成功降落在日本,随后得到美国的保护。连连科驾驶米格25P让美国方面欣喜若狂。 该型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重型结机机。 美国国防部长谈到这种飞机时说,它可能引起西方武器装备和战略的根本改变。 后来,美国专家将米格25P拆卸成小碎块,进行逆向研究,在短短两个月内吃透了米格25P的技术并将其送还给苏联。 在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,在美国金钱攻势下,不光是苏联飞行员被赴时,同样有零星的中国飞行员受到渲染叛逃至美国,其中就包括36年前我国号被巨资培养的飞行员吴荣根。 吴荣根因为文化天资聪颖,身体条件好,成功成为一名飞行员。 不过,此人思想觉悟不高,没有忍受住金钱的诱惑,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,驾驶战机叛逃。 1982年吴荣根筹划已久展开行动,在一次飞行训练中,他谎称自己遇到飞行故障,无法返回。 他还收到消息后,为了营救吴荣根,进入地面操作流程,不料这一操作正好落入吴荣根的圈套,给他赢得了叛逃时间,无驾驶战机低空飞行至韩国,之后辗转去网宝岛,并得到美国的保护,美国方面给予其五千两黄金的奖励。 不过,好景不长,由于美国方面是半自中途拿走了吴荣根一半的黄金,后来在美国登红酒绿前越来越少,又没有一技之长,生活陷入窘境后,吴在各种场合表示,希望能回到中国落叶归根,在生他养他的地方养老,住。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尽职转载,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